来看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上个礼拜只是部署 面对美国要做好对抗与对话的万全准备 被美国方面解读为立场软化 不过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昨天与代仇讽地表示 美国这种自我安慰是错误的期待 恐怕只会造成更大的失望 正在南韩进行访问的美国北韩特使金辛荣 21号公开表示 他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 无条件与北韩代表会面 第二天会见南韩统一部长时 再度表达类似立场 而在20号白共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也释出善意 美方动作频频 全英金正恩17号在劳动党会议上 只是部署应对美国做好对抗与外交的万全准备 白共方面解读 北韩立场有所软化 南韩专家也认为金正恩有意回到谈判桌 然而金正恩包媚担任北韩劳动党副部长的金宇正 星期二却透过官媒发表声明 对苏利文认为北韩释出有意思信号的说法 嗤嗤以鼻 超讽美国如果抱持这种错误期待 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失望中 金正恩与金宇正是否一个在扮白脸 一个在扮黑脸 引发外界垂测 在此同时 美国与南韩已同意考虑废除一个2018年 为了协调北韩政策而设立的争议性工作小组 进一步对北韩释出友好讯息 美国总统拜登在竞选期间 曾称金正恩是暴徒 后来公布新北韩政策时 指控北韩与伊朗是美国与世界严重的安全威胁 而金正恩在拜登上台后 也曾放话将继续发展核武 但双方都不排除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公司新闻自会名别译 公司新闻自会名别译